好了,經過剛才一番的努力 終於打到兵砌了對波士奧多拉這個情況 其實已經贏了,但一定要SL大法 這個很簡單的SL大法就是電磁波 第一下一定要麻痺了 成功了第一步,就可以繼續勝負 我突然想起以前也有些可能打什麼七一滴的秘翼 有些人說雙虎自用一個打五個 我就是用SL大法雙虎的剪刀斷頭帶不斷剪下去 這裡我們可以用伏特攻擊慢慢打 重磅炸彈已經立即死了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比波士奧多拉有攻擊的一回合 這裡他麻痺了 繼續伏特攻擊 用火齒流去打這隊的瘋線技能,這隊是瘋線組合 整隊都很難打 但是真的要慢慢打 我們用兵拳可能更高攻 真的,用兵拳更高攻 用什麼東西點 因為兵拳可以刻回他的龍屬 所以變成正常傷害 不斷打,不斷打都沒有 喂大哥你 搞什麼 麻痺好像有25%會麻痺 非常好 連續霸佩,死了 搞定 可齒流成功擊敗這個降系 非常抱怨地我用這個流派去玩這個激進紅 因為實在太難打 你不會想像到究竟有多難打這個關裡面 既有既巧又有毅力,當然 多辛苦,不斷按鍵盤 廣告頭帶 很棒 真的蠻難打的 但是其實 說回下一百的 那一場教 下一百應該是用不到SL大法 因為上次我測試過 噴火是仙制技 噴火是仙制技 而且我身邊也沒有一隻重可以打得贏 但我們都可以試一試 首先我倒電飛鼠用回廣告 也不用 先用回盟友果 OK 用回盟友果 盟友果 然後暴世怪擺頭 繼續 我們可以再測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 等等 測試一下是不是真的 它是仙制的噴火 因為太厲害了 OK 第一隻就是煤炭龜 所以我們直接用雙眼頭鎚 之前我特意練過暴世龜 所以攻擊力一定可以打死 而第二次他就用奇異花 奇異花其實也打不贏 因為他是葉綠素的奇異花 所以我們這裡就要用導電飛鼠 或者大狼犬去降低對面的速度 不是 對 對 電磁波 呼类炸彈 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這裡 它這樣一吸一吸 其實我真的不能打 這裡 奇畳球 對 這隻打贏 OK 再來一個 雙眼頭鎚 避了 這可以完 可以重新開 咦 但我先想想 我可不可以 但未必可以 我想想 這個可以怎麼打 如果我打到岩石打磨 就有機會可以打到奇異化 但現在沒有 我可以試一下 開一下 開一下看看 或者再打多一下 應該打我不死 好 現在我們打了一級的岩石打磨 照道理他應該會用熱風 我們再打多一下 大爆炸 應該不死 因為傷害太低 那他這裡用奇異化也很合理 我們直接向岩石打磨 看看撞他 撞多少 應該也撞了很多 對 嘩 爆擊 沒有爆擊 打那麼多 應該差不多死 OK 這時候他出閃耀王牌 這裡又要用SL大化 對 我用這個流牌 兩下的岩石打磨 我真的在說三倍速度 三倍速度 一百五十四乘三 我大概都是四百五十左右 四百五十多 這裡用岩石打磨 應該直接殺 除非他仙制幾 OK 也是殺 還有十二 如果這一隻 他還是能比我快 那證明他一定是仙制噴火 對 他一定是仙制噴火 因為沒有可能比我快 四百多速 這裡由於他是用仙制 我們用突襲應該都是打不同類的 因為他仙制幾 而且我大王犬應該是屬於慢的 所以是突襲不到他的 兵砌我的 我想到了 這裡不應該這樣打 雙刃頭鎚 之後這裡有也是死了 然後用兵砌我用神蟲 先降了他的傷害 然後我們再用 不是 我們不用這樣打 這裡先打死他 閃玉王牌 然後直接用打擊鬼 用作 重 用作 起死回生 不對他有落釘 對他有釘 真的麻煩 我們先用兵砌有鬼神速打他 然後這一下再用 由哪隻可以頂到他的傷害 我也不知道 色翼王頂不頂到呢 其實色翼王也未必頂到 其實 大狼犬 這裡用 突襲 這一下又突襲到 為什麼 這麼奇怪 對 特性改了 就是滿脫的時候才是 技能 我真的不知道 他這樣改到 很古怪 所以現在整個遊戲已經改到 這裡繼續突襲 火神蟲應該一定比大狼犬 如果他沒有改到任何特性 但我這裡突襲就可以打到 證明他先不是先制 火焰身蟲沒問題 因為都死了 這裡我們用導電飛鼠 用 用電磁波 好嗎 空氣利引 不要電磁波 火之霧 他比我還快 那霧應該輸 有機會要輸 有機會要輸 哇 他開掉帽 哇 OK 再來一個 好難打 尤其是火武手 真的是神經病 一定要這樣破掉 去過什麼 接著達狼犬用特襲 再來一個特襲 這裡他會用的是火之霧 特襲 燒傷了 這麼容易被燒傷 神經病 石王 用劇毒都好 一來用劇毒可以不可以呢 嗯 如果有多隻仙制技會好很多 其實就是 飛葉風暴 飛葉風暴打不同 劇毒吧 電磁波OK 如果這裡有守護就好了 Mega進化 電光石火 好嗎 Mega進化電光石火 對 火焰身軀 有沒有守護 有 這個守護 好漂亮 雙手 不要緊 只有一隻 對面也只有一隻 噴火龍 輸了 噴火龍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是噴火龍 日照噴火龍 日照噴火龍 還要是 哇 真的不夠打 怎麼打 這隻走行不行呢 這隻走行不行 唉 他這樣弄一弄一弄一隻火暴獸 打不贏 因為這隻換成導電飛鼠 浮世龜留一留 兵砌我用神速 大狼犬 用突襲 再突襲 OK 火是緩和了 不過他火之寶應該都打死我了 為什麼又中了 火焰身軀 打擊鬼 打擊鬼成了傷害 傷害抗性了 因為他有蟲 最殊沒有岩石技 這隻 有岩石技就好很多 欸欸欸 有機會 不行了 我沒有仙制技 啊有 色翼王 電窩石火 OK 應該一下打死的 OK了 剩下噴火龍 噴火龍其實我也輸了 因為我打不贏 劇毒 不能選了 龍之波動 如果這個快得過他就贏到 但是快不過 他學著岩石技才幫打擊鬼 看完就可以打贏了 我覺得 最差沒有岩切 這裡 真的是 岩石印 只有岩石風 岩石風我們不要重疊 重疊 這裡真的沒有什麼用 真氣彈 咦 屍翼王有真氣彈 那可以換酒招 劇毒 當然沒有了 真氣彈沒什麼用 雷技 真的好難打 我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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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玩法 我們用替身給暴犀歸 然後不要岩石風 岩石風可以學的 我們試試用替身裝給暴犀歸 看看能不能成功擋到 擋到火暴獸 這裡試一試 這裡照舊,開兩下岩石打磨 不行,他一來就這樣 開不及,沒理由這裡開替身 他一定會打死我 對,這裡一定會打死 還是開一下,不如我們開一下 然後這裡用替身 希望他爆不死 爆了死 有沒有辦法令他爆不死我呢?好像也沒有 這隻還沒練好血,不如帶他去升血 剛剛練了一點點,但其實都不足以能夠令到自爆可以打得到我 我有一個玩法要打 首先我們兩下岩石打磨 兩下岩石打磨,用大爆炸,這裡用雙刃頭錘 照舊 打不死? 好,這些變化問題而已 變化問題而已 好,我們繼續這個玩法就可以了 可行的 然後這裡會用閃妙王馬,我這裡先消防 這裡用替身 避過鳥攻擊,OK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用雙刃頭錘 應該頂得住吧 撐不住 撐不住 因為這裡替身 又不能吃藥 這裡有點麻煩 我想到了,這裡用替身 接著我們 我們這裡繼續替身 他用火焰球打得中 我們繼續 撐不住 這裡 撐不住 撐不住 現在不住 撐不住 火焰球 火焰球 但火焰球又打爆了我的替身 有沒有覺得我打得到他之外 他又不會打得到我的替身呢 避過了攻擊 這個時候我們再用水流捏破 終於搞定了 終於搞定了 各位 雖然我用SL大發 火神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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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用雙刃頭錘都可以秒殺 但他都死了 這個暴洗龜 沒辦法了 這個暴洗龜 他在這一刻一定會放那隻 那隻叫做 火暴獸出來 那我們繼續神速 神速之後再用大狼犬的突襲 雙突襲 噴火龍我們再用突襲 日照 突襲突了很多 非常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帶的是 導電飛鼠 還是蜥蜴王呢 蜥蜴王 蜥蜴王用這個Mega進化的劇毒 對 那我們快過去 然後他就劇毒了 這個時候我們用導電飛鼠用守護 再守護 再守護 好可惜 但我們已經毒死了 各位 還會打贏這個Guy4的下巴 神經病 各位那句 我用到SL大法才能打贏那兩個管主 今天 就是這次這條影片 因為下巴太難打了 這個你拿去吧 大自燒 火系積力 你找一個Mega石嗎 特攻 這隻 最高特攻 還有講究眼鏡 還有 真的太難打了 這裏 他那個 火暴獸 我不知道是他滿血的時候有先制 還是他本身的技能有先制 我不知道 應該是 唉 我也不知道 整個遊戲很複雜 很奇怪 還有最慘的就是 我不知道 哪裏有什麼精靈 他現在又變回正常了 你看 是不是 現在又變回正常了 然後又變回 變回不正常了 又變回海膽 冰岩怪 和暖暖豬 最後那隻是什麼 我們撞一下 他還有一隻問號 是什麼 最後那隻 會不會是勁充 噢噴池熊 冰是 但是沒什麼用 因為噴池熊要 就是 洞元洪 洞元洪 他一定要有冰的天氣 才會勁 或者是冰或者是水士打一個 但是我也不知道 哪裏找一隻天氣手回來 所以沒有了 這裏我們終於可以回去 唉 打這個很辛苦 打這個道館 哇 難打得不得了 對啦 雖然用SL大法 但是也 叫做 叫做 叫做有個方法過到 因為 如果這個隊伍不厲害的話 你SL極都 過不到 但是幸好 我就有一些 速度很快的 或者有一些 可能防禦比較高 血量比較高 所以才做到這個效果 對啦 那用了一個武士流 終於過到了 好啦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有沒有 吃 小